讲完常用的布局方法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前面说的 响应式设计和布局 在移动端的时代呢 响应式的设计和布局 是我们必须掌握的一个内容 它能帮助你的网页 去更好的适配PC端移动端 以及不同大小的屏幕的移动端 所谓的响应式设计到底是指什么呢 通俗的讲就是 让我们的页面在不同的设备上 都能够正常使用 比如说PC那么大一个屏幕 手机那么小一个屏幕 我们都能正常使用 能够实现这种效果的 我们都称为响应式设计 狭义一点讲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 一般会处理到的 主要是屏幕大小的问题 严格来讲的响应式设计 其实还涉及到很多方面的 比如说是否有鼠标 是否是读屏软件 是否支持一些样式等等 都需要处理 但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屏幕大小 这样一个问题 在具体的方法上面呢 可以从设计方面和实现方面 两方面说 响应式页面的设计 如果没有从头设计 思路的支持 是很难进行的 如果设计师 直接给你一个固定宽度 980的页面 那么这个页面里面 什么元素的位置 都是定死的 那你到移动端 你是没有办法做适配的 所以在设计的源头 就要想一些办法进行适配 这里主要包括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隐藏 就是确定好 哪一部分的内容 是可以在移动端进行隐藏的 像一些不重要的内容 比如说导航 个人信息 我们一般可以通过 比如说点击菜单 弹出来的方式 去隐藏起来 像侧边栏 或者像友情链接这种 有可能我们在移动端 我们就不显示了 或者像很大的foot这种 我们也不显示了 这个是隐藏的办法 折行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有一个 类似特性列表这样的 大家经常看到 一个东西我要介绍它 然后它的优点是 速度快 价格便宜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在PC端的话 很有可能它是横着排的 一排有三个四个 我们可以想办法 在移动端的时候 让它们都折行 比如说一行显示两个 或者一行显示一个 这样的话就可以去 适配移动端 第三个呢 就是留下自适应的空间 什么叫自适应的空间呢 就是我们在前面 讲两栏布局的时候 讲到过一个 左边固定宽度 右边自适应 思路和那个非常类似 就比如说我有顶部 有一个logo 那么我就给一个logo 是固定宽度 logo右边呢 可能是一个纯色背景 它是可以自适应的 这个空间就成为 自适应的空间 如果在设计的时候 多留这种自适应的空间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 适配移动端 具体的方法呢 包括这样几种 首先一个是REM REM呢 是一种通过HTML的 自己大小来确定 元素大小的办法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单位 进行布局 布局完之后呢 针对不同大小的屏幕 再给出不同大小的字号 那么其他元素 就会跟着搜放 Viewport也是一种办法 Viewport就是用JS 或者是你手工去确定 你要把这个整个界面 放到多大 这个我们稍后会演示 Midicure呢 叫做媒体查询 它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根据 不同设备的特性 来匹配不同的样式 比如我们可以 为小屏写一段样式 为大屏写一段样式 然后通过Midicure来进行 那这几个东西呢 设计方法和实现方法 我们混到一起讲 看几个案例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呢 这个地方 也是我们前面 很经典的两栏布局 这边有一个左边的侧栏 右边呢 是一篇文章 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使用了一个 Flexbox的布局 左边呢 是固定宽度200个像素 右边呢 是Flex1 也就是右边自适应 左边是200像素的宽度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是这样的 这个是PC端的样式 要适配移动端 我们首先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加上这个viewport 这个viewport的含义 是什么呢 就是它这里有一个wise 我们这里指定的wise 等于devicewise 就是说我们可视区的大小 就等于屏幕大小 否则的话 如果你不加会怎么样呢 在很多手机上 尤其iPhone上面呢 它会默认你的页面宽度 是980 所以你的屏幕 那么一点点宽度 它要显示980个像素 就是非常小 给你的直观感觉 就是你的页面被缩小了 那我们使用这个wise 等于devicewise呢 比如说你的是iPhone5 那么就是相当于 我页面宽度是320 如果是iPhone6 那就可能是375 这个就可以让你的页面 跟屏幕的像素进行匹配 所以如果被问到 怎样让一个页面 适配移动端 那么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加一个viewport 对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页面 比如说我什么样式 都没写的页面 只要加上viewport 就算是适配了 好 加上之后 我们切到移动端看一下 可以看到 这个移动端的页面呢 是这样的 跟我们想要的 其实是一样的 左边是200个像素 那右边呢 是自适应的 就刚好是这样 但是呢 这个页面虽然看起来是适配的 但是看起来还是挺难受的 我们可以把左边一些不重要的内容 进行隐藏 这里呢 就是使用的一个叫做MIDI Query 媒体查询 它可以根据一些硬件的情况 来写不同的样式 我们这里呢 设置了一个maxwise640 也就是说 这段样式只有在小于等于640个像素宽度的设备上生效 那一般我们就是移动端的设备 在这个设备上呢 我们重新给Left写一个样式 Display 就是把它隐藏掉 我们再刷新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在移动端 侧边栏没有了 整个就是一篇文章 这个适配呢 就是已经比较好的一个适配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切换一下 PC端是有侧栏的 移动端是没有侧栏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方法 通过隐藏的方式来处理 响应式的内容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MIDI Query 是怎么样使用的 我订阅一下 3205 4205 4204 6 5